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RN与L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曾刚的戏剧人生 1961年曾刚毕业之后 由于曾刚不敢确定自己是否擅长推销建筑设计方案 加上美国建筑公司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 因而他并没有在美国建筑界逗留 反而他转回来香港发展事业 搭触本地建筑领域 在他任职建筑师的三年期间 没有一项属于他自己作品被采纳为真实的建筑设计 只是花时间在建构建筑的绘图上 不过其中一个设计的概念 可以建立于九龙上海街的楼宇里面 后来他就转移投身演艺界 对了 曾刚读到中午的时候 曾经参与过一些电影 同学邀请他演出粤剧 但外于没有信心 也没有真正参与过其中 在另一方面 拍摄电影 可以赚钱这个想法 成为了他从事影圈的主要原因 曾刚在1950年代 曾经拍摄过两套电影 但基于他觉得自己的演技差 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木头 想着都没有办法长久地在娱乐圈生存 于是他又选择继续去美国读书 直到有一天 有个朋友找他拍摄电影 当时他又认为 当时他做建筑师的工作 相当沉悶 于是做一做一做 有了数年的社会经验之后 在1964年 他又回到香港 想着一些玩耍的心态 重回演艺圈 直到1970年代起 曾刚加入了电视圈 演出电视剧集 他曾经先后在香港电台 《街艺电视》 《丽的电视》 《亚洲电视》 演出过 直到1981年 他才加入《无线电视》 同时 他也应回香港话剧团的邀请 也有參演一些話劇和舞台劇 1983年在無線的武俠劇《射雕英雄傳》中 曾剛飾演王若詩一角 而後來也在吳宇森的一系列電影中 飾演各種配角 在1995年曾剛曾經去到新加坡 幫新加坡電視機構《紳士》拍攝電視劇 這套電視劇叫做《潮州家作》 期間因為露罵同劇演員蠢 被十多名當地演員聯合抵制他 說他抵毀、侮辱別人 被人抵制 後來在1998年由於他的英文相當流利 因為他在美國讀過書 所以在1998年也參演過不少的荷里活電影 他參演過的荷里活電影 包括有《血型微冷》、《新鐵金剛之不日殺機》、《安娜與國王》、《火拼時速》第二輯、《魏記回憶錄》等等 後來在2015年 他憑著一套港產片《涉聽風雲》的第三輯 就奪得了第三十四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藍佩國 在2019年 曾江也獲得美國芝加哥第九屆亞洲約動影展頒發的終身成就獎 在此之前 曾江也曾經在2014年獲得第十三屆華鼎獎 全國觀眾最喜愛的影視明星獎 除了幕前的演出 曾江也曾經參與過舞台劇公演 其中憑劇《德寧與慈禧》 裏面他飾演榮的一個角色 奪得了2006年至2007年年度 第十六屆香港舞台劇獎 裏面的最佳藍佩國獎項 近年他參演電影和中國大陸電視劇《雜多》 他也是最長壽電視廣告《美元發彩》的主角 這個廣告拍攝於1976年 之後的四十多年以來一直都有播放的廣告 但是廣告商當年已經買斷了廣告的播放權給廣告公司 至此廣告的播放雖然放了四十多年 但是曾江很可惜也收不到 除了拍廣告之外 在這四十年裏面都分不到紅 分不到一毛錢 直至到2022年曾江逝世之後 這個廣告就不再在電視播放了 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曾江的戲劇人生 分享到這裏又暫時先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請你留言點讚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阿N與阿嬤頻道 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曾江的戲劇人生